兄弟们什么叫极品稿 特别极品的稿就叫极品稿 没错没错 为什么要挖刷鬼龙啊 因为可以得经验 然后我们可以升级 这个就可以挖断石 2%的概率 然后再加点开采速度 相当于我有五分之一个 这个这个效率 这有一个地牢 我去那个这个村庄里面先看看 铁匠铺有没有 哎有个有个青蛙兄弟们 来小朋友们告诉你们啊 这个摸一摸青蛙的头 他就能变成公主或者王子 变成王子了 不过长得没我帅了 实话长得真没我帅 看见没有 比他好看多了 老远我就看见这个村庄 好像没有铁匠铺 只有一个降魂屋 又是坑人的幸运方块 没事我只要卡一波 他就不坑了 好幸运的 村民 村民 吃好喝好玩好啊 开洗了兄弟们 开洗了 开洗了 哦天哪 这家伙我给村民开了个大宝贝 你们的新邻居 我给这个村开了个 这个怎么讲 新邻居 朋友们啊 嘎嘎有实力 僵尸再也不敢来饭了 什么掠夺者 垃圾 全是垃圾 直接保村民 百年无忧 咱们回家 回什么家 回地牢 我们去探地牢了 这边跟咱就没啥关系了 走 开始下地牢 你在说什么 我要解雇这些保镖 我正在解雇保镖兄弟们 接下来的画面 这个非常的恐怖 解雇 成功解雇一个保镖 成功解雇一个保镖 我的剑升级了 还加了耐久 马上解雇成功 哦解雇成功了 三个保镖都解雇成功了 还有吗 还有一个 漂亮 保镖全部解雇成功 掉了很多的拖鞋 红色高跟鞋 靴子 黑色高跟鞋 还有花 这是能扔的 哦 远程武器 可以啊 给我留了很多的 呃 臭些漏子 现在我们可以下去了 但是我不是来探这个地牢的啊 不是 应该说不是探地牢的 这个上面的层数 我们要探 探底层 探底层 好 落地水啊 非常成功的一波落地水 我们直接挖到最最底层 最底层 上面堵住 有碎石 哦 这属于紧挨着下一层 矿洞 稍微咱们偏一点位置 从这往下挖 挖到十层左右 就能看见底层了 上面洞也堵住啊 不然僵尸什么的会跟过来 十七层 十四层 快到了 这个挖完应该就到十层了 漂亮 他们成功到十层了 难度先给它关上 这些都不要 高跟鞋我拿它也没啥用吧 这伤害应该不够 打了个格 不好意思啊 哈哈 这家伙刚吃完午饭啊 我看见那个最富有的地牢层数 就在那个方向 我们挖过去 因为红石我盖房子给用了 所以这个野生的红石我就得挖了啊 正好边去那边还能边挖挖矿 你说这多好的事啊 这还有岩浆 岩浆就有黑钥石 地牢里也有黑钥石 那这边的岩浆我们就不定坐标了 煤矿我有五十五的 那就不要了 我这什么 天气是好东西 兄弟们 逮了逮了 哎 天气里有火药 以后用得上 哈哈哈 哈哈哈哈